我覺得藝術家或者設計師他們就是異於常人 透過他們把傳統的技法或者說是興銳的手法結合在一起 其實我自己呢我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打開眼界 這世界有很多的領域都是值得我們去探索跟發掘的 在你接觸這些事物的時候會忘記煩惱 或者說是有全新的啟發 其實無論哪一種它都是併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在做節目最大的責任就是集中給觀眾不同的選擇 我們讓作品本身自己發言 當然看到舊的我們會覺得 哇這是所謂的classic 看到新的我們會發覺說 哇原來時代已經進步到這種狀態 連藝術品都可以這麼這麼的數位化 那這就是創意做的核的精神 歡迎來到創意百寶箱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一位很厲害的當屬町 董事長日理萬機 而且他做的是觸控 現在我們從提款機啊 到這個百貨公司的導覽啊 到更不要說平板手機或者是all-in-one的電腦啊 機場的快速check-in啊都用觸控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生意有多大了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生命跟世界的人 他就用這個最簡單的這個方式去記錄 那就是攝影 來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位董事長 好董事長眼中的世界 這個是孫大明叔叔 孫大明叔叔呢就出了這樣子的作品集 你可以說他是攝影機 你也可以說他是他的旅遊書 你也可以說他是管理類的分享 或者是激勵人心的勵志類的作品啊 那你可以看得到孫老師 孫大明董事長呢 他長時間坐鎮指揮 不然你手上的iPhone是怎麼來的咧 但是他也呢喜歡去享受人生 無數個國家 他就用他的鏡頭來記錄啊 然後呢 同時你看他也把它做成 譬如說很實用的桌裡 我們可以看到孫老闆呢 他的這個拍攝的地點 你看有奈良 有阿拉斯加 有墨西哥 各個地方都去了 甚至有非洲 從動物 然後呢 到這個大自然的生態 哇他真的是跑遍了各地耶 福建 然後呢 植物或者說是人物 也是他取經的 他到底有沒有在上班呢 他是去了那麼多地方 還可以賺那麼多錢 真的太幸福了 這就是董事長眼中的世界 你可以去支持他的作品 或者是支持他的攝影作品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把美好的事物記錄下來 然後呢 除了忙碌工作之外呢 也好好感受一下生活 我們要跟董事長學習了 下次見 大家在這裡 好 謝謝